前面我们说过 有硬化斑块的地方就有慢性炎症 这两者是同时存在 互为硬果 互为硬果 那么这个慢性炎症 是由于很多的诱发因子造成的 我们在预防这一部分就讲过 诱发因子有好多种 其中最重要的有 氧化性胆固醇 C反应蛋白 同性半光氨酸 这三大诱发因子 这三大硬化因子导致了 动脉虚管内积的发炎 这个发炎过程当中 就出现一些细胞 细胞因子和缅瘤因子之间的 异常弧性 这个异常弧性 使得动脉虚管内积层的 正常功能发生的变化 由此而造成 内积越来越增厚 形成虚管瞎窄 导致心梗 老梗急性死亡 这个幻症片呢 就解释了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 动脉虚管主要硬化呢 我们也称之为 叫综合症 这个综合症呢 从现在情况来看 目前的医学的治疗方案 表现在几个方面 从诱发因子 到动脉虚管内壁的慢性炎症 目前有他定类的药 来阻止 胆固醇的合成 胆固醇少了 被氧化的胆固醇 相应也减少了 所以他做了一半的工作 减少胆固醇 至于被氧化成的胆固醇 减少是因为 量的减少而造成的 他当然并没有阻止 这个氧化的过程 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说 目前处采用的支架 借过方法 和 灌脏动脉搭桥 另外从中医的角度来讲 活血化鱼龙酸 中医目前做了这样的工作 那么从整个的 幻灯片我们情况来看 这个里面有很多工作还没做 那比如说 动脉习惯内皮症功能异常 怎样恢复他 动脉习惯里面 在发炎 这个炎症怎样控制他 等等 所以呢 我们现在讲的这一部分呢 就是怎样的控制 内皮的发炎问题 这个内皮的发炎 是一个核心问题 是个核心问题 你要想解决动脉血管逐洋硬化 清除了硬化斑块 第二个问题 跟着而来的就是说 这个炎症要得到控制 你仅仅清除了硬化斑块 但是这里面 导致产生炎症的问题 还没解决 所以进一步 我们要去把 这个逆转 它所产生的效果 得到骨固 以及 进一步的恢复 它的正常功能 这个中间的这一步 非止不可 就是抑制它的慢性炎症 这个炎症问题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来看这张幻想片 我们说中间有一把宝剑 这个宝剑是双痕剑 是不是啊 这个双痕剑是讲什么呢 我们身体里面的一种 缅月阴质 叫什么呢 叫肿瘤坏式阴质 这个名字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因为最初发现 这个缅月阴质的时候 发现它能够杀死 癌气泡 所以称之为 肿瘤坏式阴质 那么这个肿瘤坏式阴质 现在发现它不仅仅是对于 肿瘤而言 和我们人体里面的 整个缅月功能 以及很多慢性病的形成 急性病的形成 都有关系 这个肿瘤坏式阴质呢 就叫TNFα 这是我们的缅月细胞里面 产生的这样一种缅月阴质 这个缅月阴质可以杀死病原物 包括细菌 增菌 更多 包括癌细胞 但是如果它的量太多了 就过多的制造出 这样一个缅月阴质出来 那么就出现 它的副作用 这个副作用包括什么呢 包括慢性炎症 包括败血症 杀死 禽流感 都和它有关 另外呢 自身缅月阴质 它有癌症 它有癌症 所以就是说 没有它不行 过多的也不行 所以它是双能减 双能减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问题 是要控制这个慢性炎症 需要做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细胞里面一种叫细胞因子 叫NFKP 这张幻灵片告诉我们 NFKP是一个细胞因子 这个细胞因子 它被异常的激活 谁来激活它 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三种 诱发因子 三种诱发因子 来激活它以后 产生一系列的后果 其中包括 GNFα 就是缅月因子的 过多的生产 所以我们需要直接的 抑制 NFKP的异常激活 同时呢 也需要通过 NFKP的控制 来使得 GNFα的生产 产量减少 这两者多做到了 然后呢 我们使这两者之间 出现一个平衡 这个平衡的实现 就使得我们 免除了 移开了 或者从 慢性炎症 和其他的 这个疾病 这样一个慢性疾病的状态 当中 来逆转 来逆转 第一个方面 我们说 我们要抑制 气泡因子 NFKP的异常激活 我们 有什么东西可以 医治它呢 有很多的天然化合物 这样呢 我总结了 十种 这个十种是 研究的最透彻 效果最明显的十种 这个十种包括 姜黄素 玉茶的提取物 白铃鱼醇 是从葡萄的皮里面 从中药的虎藏里面 从花生根里面 都可以提取 成年大蒜 这个大蒜 我们吃的大蒜 放的直接越久越好 但是不要那么大发芽 这里面有一种 有效成分 粉房戒 粉房戒 这是一种中药 尼迪香 是一种天然植物 它的提取物 熊毛提取物 熊毛也是一种植物 也是种中药 西南花是种食物 木稀草 木稀草树 银性黄虫 还有维生素C 像这样一些东西 都能够帮助我们 有效的来抑制 应该是开币的 这一场结果 这样的呢 我们来过一下看 姜黄素是从玉金 这样一种中药里面 提取出来的 它是非常的有效 绿茶的提取物 一种分类的化合 一种分类化合 简称叫一七十一级 四名文单字字母 所写的一七十一级 它具有非常强的意志作用 意志慢性炎症 第三个呢 白米乳醇 葡萄皮里面 含量很多 这个宗教的火葬里面 含量也很多 还有其他一些质物里面 这个东西呢 它能够抗氧化 能够意志慢性炎症 能够逆转癌症 基因的表达 陈天大蒜 陈天大蒜 同样能够 得意志 这个 赫索罗因 只要应该不开闭的 异常表达 粉房子 是一种中药 这个迷迪香 迷迪香 群马 西南花 你看花生克 金银花 夏孤草 都是中药 都是中药 银性蝗虫 所以我提到前面 是十种 研究的比较涉及 比较透彻的 那么他们 在细胞 因子 NFKB的 异常激活的过程当中 他们的作用点 在不同的地方 所以这张图 告诉大家 你看 根据大量的 分子生物学的研究结果 发现 我刚才提到 这十种植物 里面的天然化活 可以在不同的地方 来抑制 这个基因的 异常结果 这个NFKB 这个棉原因子的 异常结果 这个东西 被抑制下笔以后 被抑制下笔以后 就可以影响到 很多下游的 基因表达 其中包括 GNF 阿法 就是我提到的 叫 中流化性质 那么 从第二个方面来讲 我们要抑制 这个东西的 直级的 激活 那些东西呢 有三输液的 提取物 有芹菜 西芹 西芹 西芹里面提取物 大豆类黄虫 水龙国 这种 这种中药 阳眉黄虫 所以这些东西呢 当然还有很多 其他东西 这几种东西 研究的比较彻底 商业的提取物 它能够 有效的抑制 TNF阿法 它的激活的过程 西芹 芹菜 能够降取压 能够抑制 与慢性炎症 它通过什么途径呢 通过抑制 NFKB 大豆类黄虫 水龙国 两枚黄虫 所以我们刚才 从两个方面 一个是直接的抑制 免细胞因子 NFKB的进化 第二个呢 是通过 TNF阿法的抑制 这两种 都有用 但是呢 我们需要找个 很好的组合 从两组 两组植物当中 筛选出其中 优良的组合 那么这样的组合 实现呢 就会出现一个 动态平衡 NFKB 和 TNF阿法 这两者之间 这两样东西 我们都需要它的 一定量的激活 但是过的都不行 所以我们可以用 天然的话果 来抑制它们 使它们 之间的关系 达到一个动态平衡 这样呢 就使得一个病态的 会产生慢性炎症的 这样一个状态 变成一个动态 动态平衡的状态 那么动态平衡实现呢 我们所讲的 慢性炎症的 慢性疾病的一个过程 就会被终止 那么这个性能代替 达到实现了一个新的平衡 这个新的平衡 才能确保我们 逆转慢性疾病 这个组合 当然可以很多 那么 我说